台湾的死亡率目前在世界各国都还是属于偏高的数字 而我们从国外的数字来看 这三大族群是死亡率最高的 第一就是长者 再来的话就是医护人员 另外慢性病患也是相当的危险 那么重症医师黄轩他也非常关注这方面的讯息 因此他就看了一篇如何使用疫苗让死亡率下降的文章 他也统认出了一些解方 首先他就提到了这三大族群一定要列为优先施打的对象 第一就是高龄长者 第二就是医护人员 再来的话就是慢性病患 他们一定要优先施打 那么从今天其实台湾各县市已经针对年长者来施打疫苗了 当然各县市他的年龄层会有所不一样 那么医生也建议八十多岁的长者打完之后 一定要慢慢的下降到六十岁以上的长者 也必须要都有保护力 如此一来才会降低台湾整个致死率 但是其实今天记者在现场 也有许多家属透露了他们的担心 他们都担心会不会施打疫苗就会有副作用 但是我们就来看到台大医生提醒大家 长者接种疫苗是力大于弊 只要不要停一些慢性病的药物 就不会有太大的风险了 尤其他就提到了年龄越大 其实施打疫苗它的副作用越小 因此也提醒家属不用太过的担心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新闻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